西九建設是一個大的群組,所有的設施是互衛互利,整體地去剃造香港的文化氛圍和氣象,因此我是要求政府注資足夠的款項,讓西九可以完成所有已經規劃的項目。 有關戲曲中心的定位和管治,我有以下的意見。首先,我認為戲曲中心的定位應該是以演出本地的粵劇藝術為主,以中國戲曲和東南亞其他地區不同劇種的優秀節目為副。 除此之外,戲曲中心也要肩負起戲曲教育的使命。 關於管治架構,我覺得應該要包括有藝術總監、藝術顧問和一支尊重藝術的行政團隊。 戲曲中心是需要由熟悉戲劇界的本地人士出任藝術總監。 只有本地的業界人士是最了解本地戲曲的特色需要,包括創作、製作、培訓及教育的需要,才能夠加以推廣、保存及發展。 而這個人選亦都要認識及包容其他劇種、巨眼界、胸襟及良好的人際網絡。 要具備有前瞻性的思維,帶領戲曲中心及本地的戲曲向前邁進。 救査者是有統 refrigerated。 必須忍 denn? 我不嘔說嗎?